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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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它的这个车型的定位我觉得是蛮贴切的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后期自己买完车 换上一套米其林的PS4 因为呢像我这种年轻人 可能会追求更多的这种运动感 所以这套胎可能会更适合我 那来到尾幕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明杰MG7呢 给到的这种运动化的配置是很足的 像这个主动的可开启的升降尾翼 还有呢就是这个真的双四出的一个排气 加上呢整个溜背的这个造型啊 所以看上去真的是运动感满满 来到车内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它的整体这种布局还有设计 我觉得跟它的外观相比 就没有给到我太多的心意了 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双联屏的设计有点太多了 不过呢在用料方面 我觉得它还是给的蛮到位的 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呢 基本都是那种软性的材质包裹 以及呢这种比较软的糖素材质 然后呢还有这种金属的点缀 以及这个钢琴烤漆的点缀 整体的这种豪华感 还有运动感 我觉得还是营造的比较到位的 然后呢在车机这方面呢 我没办法展示给大家看 因为在展台上这台车没办法通电 但是呢我还是有办法给大家看 屏幕内置的斑马系统 在功能性方面还是不错的 同时它的操作体验呢也是比较流畅的 可惜就是下方自排空调相关的功能按键呢 都是触控的操作 如果换成实体按键的话用起来还会更加的顺手 另外在这台2.0T车上呢还提供了S Mode 这个功能能够根据驾驶员的喜好 对于车辆的动力单元 底盘还有转向系统进行更加精细的控制 同时呢也能够匹配到一些国内的赛道信息 来到后排呢我觉得这台车的一个空间啊 不是它想要去着重表达的一个地方啊 因为呢这种6倍造型的车型呢 是肯定会压缩一点点头部空间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1米75的身高呢 头是有一点点局处的头部空间是有点局处的 然后腿部空间还是可比较可以的 基本上有两拳左右对 所以这个空间表现我觉得还是能比较能够接受的 然后呢在配置上面呢 它后面是给了两个空调出风口以及两个充电口 还有呢一个可以放置手机或者放置一些杂物的一个储物格 这些配置呢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吧 虽然没有给到很舒适或者说很高级别的一个服务 但是呢整体还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的 最后呢动力方面 这台车呢是搭载了1.5T还有2.0T两套动力系统 今天我们拍的这台2.0T的车型呢 最大功率261马力 最大扭矩呢405牛米 百公里加速只要6.5秒 刚才啊在车头呢跟他们的模特正好同框 我感觉啊我自己有点自不量力 所以呢来到车尾给大家做个结尾 其实呢以这台车11.98到16.98万元的这个价格来看 结合它给到的这种运动化的配置 以及呢这个溜背的很优雅很好看的一个造型来看 我觉得这台车作为年轻人买车的一个首选真的是非常不错 那这台车呢也是前不久刚刚上市 如果你们觉得它很好看 也对它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店里去实际体验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